然后14年的时候 我妈妈就去世了 之后我爸爸也出来抢车祸 虽然现在已经好了 但是一直没有去工作 然后家里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自己在承担的 独女吧 不 我还有一个哥哥 他爸爸和他哥哥 只知道找他要钱 包括他生病的时候 住院了 他爸不关心他 生病那次是 因为我冬天嘛 出外景然后就感冒了 收完工之后 我就去打针去了 然后刚打上 然后我爸爸就打电话跟我讲 说 我现在需要钱转两万 要你可给我转过来 我就问他要钱做什么 他跟我讲说 我把别人车撞坏了 要给别人修车 我说你撞了什么车 要修两万 他说不出来 然后我当时是没有给他转的 我觉得这有手有脚的 天天只知道要钱了 当然你要想跟他往下走的话 家庭也很关键 这个我们没法置评 所以你的经济压力会很重 对吧 而且他跟我说 就是他哥哥 会搅砸了一些经济借钱 借完钱以后都让他去还 包括过年 他家人逼得 他连家都回不去 为啥 过年前两天吧 我东西都收拾好 准备回家了 然后那天晚上 差不多十二点钟的时候 我爸打电话跟我讲 说我现在需要五千 你立刻给我转过来 因为在之前 一个星期以前 他跟我讲 家里要换金家居猫 然后又给他 转了几两万多块钱 当时我跟他讲说 我现在没有 他就跟我讲说 没有你去借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心特别娘 然后过年就没有回家 所以我想问一下 哪一生啊 就是女生有没有过 跟你开口借钱的 这个事情 没有 从来没有 对 所以这个女生在经济上 是绝对独立的 那这个时候 可能对感情的需求 就会更大一些吧 因为有那么重的 一个经济负担 关键是在情感上面吧 对吧 对 是这样的 你觉得他怎么样 因为我自己是在家庭上 感受不到温暖跟关心 还有被爱的 所以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希望你可以多陪陪我 多关心关心我这样子 可是我感觉他并没有 因为我感觉跨年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节日 然后他没有陪我去过 因为当时我 当时跨年确实是有一个工作 然后出去谈合作去 你想能跨年 让我出去谈的合作 一定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 所以说我就跟他说 等我忙完回来 第一时间就去陪你 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 那你的工作重要 我的工作也重要 我可以把我的工作放一放 陪你一起去出差 但是你不愿意啊 你拒绝了 因为我当时是跟同事 一起出去谈合作的 万一这个合作没有谈成的话 我的同事会觉得 哦 是不是因为这两天 你带女朋友过来了 你到底是来工作的 还是来玩的 孩子的房间 可以什么都不惯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 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 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 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 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 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 自然也都上来了 接着 点赞